全台疫情趋于稳定 疫情警戒也降到二级 之前因为三级警戒 造成全台观光产业受到影响 为了帮助振兴观光产业 桃源将会陆续推出 三个观光旅游振兴暖身计划 除了有团体旅游补助 优质旅程的征选 还有景点满意送一活动 另外台湾好行大溪快线 小五来线石门水库线 东眼三线也复始 因应防疫更景点 防疫措施也更加完备 要让大家玩得安心也放心 全台疫情降为二级警戒 也迈入阶梯式的解封阶段 但是日前的三级警戒 重挫观光旅游业 为了振兴观光 师傅在团客减量 配合防疫指引的前提下 从16号开始到10月31号 将陆续推出三个观光旅游振兴暖身计划 中央的振兴券还没有推出之前 我们桃园能够先推动 观光旅游的振兴暖身计划 那我们有三个计划 第一个计划是团体旅游的补助 是希望大家休旧来桃园 那这个计划 每一个游客可以补助700元 那我们有15000个名额 那这个是从8月16号就开始 由旅行社这边就可以来推广 民众可以跟旅行社报名来参团 振兴观光三大方案 有相纠来桃园团体旅游补助 团体旅客到桃园两天一夜的行程 补助旅行社每位旅客700元 还有桃园金牌好游 优质游程的征选 透过征选旅行社推广桃园的优质行程 获选的旅行社每条行程补助10万元 一共会选出15条的邮程 而且会让参与活动中奖的民众前往免费体验 还有一个就是加倍爱桃园 经典买衣送衣 只要来到桃园观光旅游经典买门票 就会买衣送衣 补助自由行旅客 每人上限300元等好康优惠 我们有一个优质的桃园行程的一个征选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 我们也是希望 现在的各个旅行社来桃园 推动的这个邮程非常多 我们希望能够征选优质的邮程 那这个邮程呢 由民众来票选 那我们会征选15条 每一条补助10万元 这10万元呢 就是提供经费 让民众可以免费来体验 那第三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 加倍爱桃园 经典买衣送衣 那这个 只要大家呢 来到桃园呢 我们的经典呢 买一张门票 你可以再加送一张门票 那这个参与的业者非常的多 包括我们的光荣工厂 包括我们的这个休闲农场 也涵盖像 普兴牧场 小人国 我们石门水库的游艇 还有这个龙潭大师的脚踏船 那这些参与的业者呢 也越来越多 很多的业者现在也正在拟据 这些相关的方案 那这个呢 买一送一呢 这个上线呢 是可以这个补助门票300元 那很多的业者就配合这个方案呢 他们会推出一个优惠更为优惠的一个方案 那这三个方案呢 我们大概预估啊 可以带动的这个经济的效益啊 大概是8000万到1亿的这个经济效益 阴影降级针对桃园观光景点也才有条线开放 其中最夯景点 大溪中正公园 池湖纪念雕塑公园 脚板山行怪 小屋来风景特定区等户外场域 也在日前开放民众前往 另外领悟局也开放了东眼三国家森林游乐区 师傅也考量民众外出活动增加 为让大家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前往 桃园市的台湾好行 大溪快线 小屋来线 石门水库线 东眼三线 即日起恢复形势 但是仍有部分班次停尺 大家要出门前可以先上台湾好行旅游服务网 查询各路线疫情期间的时刻表 那我们台湾好行呢 也趁这个机会呢 也来复时 那我们台湾好行呢 包括桃园的部分呢 包括我们的这个大溪快线 那小屋来线 还有石门水库线 以及东眼三线 四线 那分别发车的地点呢 从高铁站 从桃园火车站 中立火车站等 那我们从8月12号开始复始 那民众呢 可以透过台湾好行 到达我们桃园几个户外的景点 我想趁这个机会呢 到户外走走 疏解一下身心也是很好的 但是我在这边还是要特别强调 希望大家一样要遵守防疫的相关规范 包括戴口罩 包括这个实名制 那同时我们车上呢 也禁止饮食 虽然疫情降级 但还是不能轻忽病毒传播力 外出旅游一定要遵守防疫规定 才能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 观光旅游局也提醒大家 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仍需要全程戴口罩 禁止饮食 而且需要简讯实联制 如果有身体不适 像是发烧咳嗽等呼吸到症状 请尽快就医 而且千万不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来降低疫情扩散的风险 确保大家的安全